大家好,我是蔡律师,我们在新卫明律师事务所 我们这个视频的题目是 H1B抽签以后谈在美留学生的出路问题 那我们知道呢,现在是2023年春季 最近呢,刚刚H1B抽签结束 那么抽的是今年10月1号开始生效 也就是2024财政年度的H1B 今年中签率比以前又有降低 现在大概是七分之一左右 也就是14% 为什么呢? 这个一方面呢,是因为有很多人重复抽签 中签的人呢,比如说有11万 参与抽签的有78万 11除以78,大概是七分之一左右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 这个78万里面呢,有35万人呢 是只抽一次的,只有一个雇主给他抽签的 还有40多万呢,是有不止一个雇主给同一个人抽签的 这个呢,法律上也是允许的 当然有的地方呢,有违规的地方 美国移民局也提到,有的不同的公司互相给对方的员工抽签等等啊 有的还多次,那么占有了资源 这40多万untree里面呢,可能背后只有9万人左右 即使是这种情况,我们看到 如果说只抽一次的30多万,那么再加上这9万也是40多万 如果说抽中的是10万多一点,那这个比例呢 也只有四分之一左右啊,仍然不是很高 面对这样的情况,应该怎样来应对呢? 这个当然网上有各种说法,但是我们感觉呢 有的是管中汇报,也有是故意夸张啊 带节奏这样呢,制造焦虑 我们尽量呢,给大家提供客观的信息 具体的结论呢,可以由你自己来做 那么在H1B抽签以后 如果说我是在美国上学 那么我还没有毕业 或者毕业了用OPT 或者在OPT延期期间 如果我的H1B没有抽到 我有哪些办法呢? 如果我现在要留学美国 那么我应该怎样来规划呢? 那我留在美国取得工作签证 以及取得绿卡 这个几率有多少呢? 先说最后的问题 关于几率 最近呢,有我的大学同学 也发给我有的这方面的信息 说看到有的宣传 讲到说,在美留学生 拿到工作签证 或者通过职业移民取得绿卡 几率只有2%左右 甚至更低 我看了一下这样的表格 这个数据 这里面有很大的问题 它把每年在美留学生总数 简单的加起来 比如说今年有30万 明年有30万 后年有30万 加起来就是90万 那不是这样算的 因为这里面呢 大多数是重复的 重叠的 实际上我们知道呢 每年大概有10万中国留学生 新来到美国 包括读本科 读研究生 读高中的 同时呢 也有10万中国留学生 左右毕业 所以这个分母呢 大概是10万左右 那么分子呢 也很简单 这个职业移民 包括EB123类比 就不说EB123类比 就说EB123类比 以及呢 就是说留学生呢 也有一些通过其他方式 取得旅卡的 那么加起来呢 估计至少有2万人 那么每年呢 出生在中国的申请人 拿到美国旅卡的 人数呢 大概有7万多人 在这7万多人里面呢 曾经是留学生的 或者留学生出身的人呢 占2万的名额 也就是30% 应该是比较正常的 其他的有亲属移民 也有从美国直接来 从中国直接来美国工作的 也有访学 直接来美国做博士后的 也有家属 等等 其他的情况 所以呢 那么我们预计啊 每年在美国 通过职业移民等等方式 拿到旅卡的留学生 大概2万人左右 所以呢 根据我们的计算 估计啊 留学生拿到美国旅卡 留下来的几率 大概在20%左右 当然这是一个动态平衡 每年呢 都有10万留学生 新来到美国 同时呢 还有若干万留学生 拿到美国的绿卡 是这样的这个情况 比例呢 看起来不是那么高 但是呢 我觉得 如果和中国的大学生里面 有多少是211毕业的 多少是所谓985毕业的 比起来 这个以前 我们有过一个 简单的计算 大概只有千分之几啊 尤其是如果在北京上海 那么知道 中国有几千万大学生 是吧 每年毕业上千万人 在哪里呢 都难免啊 有这样一个问题 都面对着有这个竞争 那从数字上来说呢 在美国有几十万的 中国留学生 每年毕业10万人 那么中国每年毕业 1000万大学生 更重要的呢 这个留学美国 在另一方面呢 就是个人资质的提升 对吧 那你的目标呢 不仅仅是说在美国 然后呢 直接找到这样一个工作 那么如果你有更好的教育 那么开阔眼界 从这方面呢 那么对个人的事业发展 对人生都可以有更好的机会 那从这方面呢 我自己也有这样的亲身体验 那我是高考制度的幸存者啊 或者说受益者 但是呢 那我感觉到 到美国以后呢 应该还是说有更多的发展 如果说大学本科 能够就在美国读呢 可能也可以有更好的机会 那么即使在美国读了研究生 第一 从来没有留学经历呢 应该说在眼界啊 这个等等方面 至少不会说待在信息检防吧 那对个人来说呢 应该有更好的一个机会 根据我个人的了解经验啊 那我们看到呢 就是如果留学生 尽量利用三年的OPT啊 包括其他一些机制 不用筹签的H1B啊 等等这个其他的 方式 那么要留在美国 以及发展的应该机会 还是比较多的 那么具体的呢 我们接下来啊 简单的讨论一下 其中之一呢 当然你可以办理加拿大 或者其他国家的移民 关于加拿大移民呢 这方面的讨论 我们会另外有一个视频 来详细的说明啊 这方面的这个 pros and cons 利弊啊 以及一些权衡因素 其他的呢 像前面提到 你可以办不需要抽签的H1B 而且还可以坚持 如果你可以坚持在大学 和公司工作 这样的话呢 你的H1B就不用筹签 这叫concurrent H1B 另外呢 OPT延期啊 有CPT啊 还有作为配偶的H4EAD啊 用L2工作啊 或者用J签证啊 等等啊 也都是一些办法 当然了这个 也还可以继续保持F身份 那么在这里 我们希望强调的一点 亡者不可见 来者有可追 如果说呢 对你来说 你现在正在就读 或者在规划留学 或者说还没有毕业 那么等等呢 还在考虑继续读其他的学位 从这方面呢 我们建议啊 那你积累更多的研究经验 那么这样呢 可以办NIW 绿卡和O1签证 那么现在呢 在这种经济形势变化 这样的情况下呢 签证形势啊 有这样的变化呢 那么NIW和O1的优势呢 就更多的可以显现出来 那如果说主动或者被动的 需要换工作 你有这个NIW就不受影响 即使你暂时不工作 或者离开美国 你仍然可以NIW来拿到绿卡 是自主申请的 不需要美国的雇主支持 不需要已经有在美国的工作 同样呢 你办O1签证呢 也可以避免H1B抽签的问题 也可以避免H1B 只有六年限制的问题 这个我们此前有过视频 讲到NIW和O1结合 解决绿卡排期问题 大家也可以参考 怎么样为这个做准备呢 如果你在上学期间 要么读博士 要么呢 即使读硕士或者本科 但是呢 你有研究经历 有论文发表等等 那么这样呢 就可以有机会取得 NIW国家利益豁免 这样的绿卡 我自己是在美国上学期间 在PhD毕业前提交NIW申请 然后拿到绿卡 那个时候呢 我也还没有博士学位 也没有硕士学位 只有本科学位 那么只有少量的几篇论文发表 当时引用数量也不多 也没有做过审稿 但是呢 在毕业前提交了NIW申请 过后呢 就依次拿到了绿卡 那我们律所的同事呢 也有一些人 是通过EB1A 杰出人才拿到的绿卡 所以总体来说呢 在现在的形势下 这种自主申请绿卡呢 显示出更多的优势 那有的事情 不是个人能够改变的 就像呢 美国现在留学生数量多 多了若干贝 这个是2015年以后 可能再加速的 那么现在呢 僧多周少的问题 才显现出来 但是中国大学扩招已经很多年 对吧 那这问题一直也都在持续 相比之下 那在美国说 比如说这人力资源啊 你作为人矿 作为这个一个打工人 那么从这方面呢 应该说性价比更高一些 当然了 我们看到呢 现在因为经济 因为签证等等这些问题 现在留学生比原来 遇到了更多的挑战 但是呢 你要说另一方面呢 那能够原来 能来美国的留学生数量少 现在呢 本身也就增加了 这方面也就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那么关于想要规划到美国留学 或者我正在留学 想要考虑以后的签证和绿卡的办理方式 或者我现在要有这个身份问题 需要咨询 那么可以联系我们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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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